所有车辆只能停在原定 无法继续往前开 因为正前方有一大团火球 越烧越亡 只见起火的是一辆轿车 车头陷入火海 还紧邻着闪灯的工程车 直到天都亮了 火终于扑灭 这才看清楚现场状况 起火的黑色轿车 车头卡进工程车车尾 路上散落各种施工用具 而驾驶倒在旁边已经死亡 我们修路灯 我们准备要撤收了 我们一定要碰一身 我们的车子 最后一台警戒车 撞到我们的房车 然后我们走过来看 就看到他的车 已经挤在我们车后面 对 已经现场起火 事故地点就在台64线 快速道路往巴黎方向 24号凌晨4点多 29岁振兴驾驶 不明原因从外车车道 高速追撞施工车后迅速燃烧 又因为车体严重变形 无法脱困 是施工人员 合力把驾驶给拉出来 但警消到场前 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火烧车意外 还不止这一起 就在国道3号南下 雾峰路段23号 晚上10点 停在路径的轿车 变成巨大火团 浓烟不断窜出 消防车抵达后 赶快拉水线救援 但火竟然越来越大 因为汽油流出来了 还一路往内线延烧三车道 好险车上五个人 已经跳车逃生 而造成火烧车的原因 有很多种 逃生只会有几秒钟的时间 自救防法 除了赶快停车熄火 下车后要迅速离车 至少30公尺远 并面向车道 等待救援 以免发生二次意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